正值上班時段路上車潮相當多 機車們紛紛在路口起步 而其中帶著藍色安全帽的騎士 從後方追了上來 打了方向燈準備左轉 還有些微微的壓車 後方行駛的女騎士根本來不及反應 直接從後方追撞上去 導致機車上的良人紛紛慘摔在地 而遭撞的機車沒有因此停了下來 橫跨整條馬路 後方的騎士也差點又在撞上 而車禍就發生在12號早上7點多 桃園中立中山東路上 發生這起機車追撞車禍 後方女騎士沒有注意到前車要轉彎 因此發生追撞 而後方目擊駕駛 趕緊放慢速度並且報警 還將車禍影片PO到網路上 迎來廣大網友回想 討論兩台機車的罩折 由於前方騎士確實有打方向燈 只是疑似有做出壓車的動作 讓後車來不及反應 但後方女騎士明顯違規 橫跨雙黃線行駛 但詳細的抽獲原因 都還是有待警方離親